7月19日中午,全球大范围Vinus电脑遭遇蓝屏故障 这个时候营销号彻底沸腾,都把矛头指向微软 而问题的元凶Cloudstrike杀毒软件似乎被刻意忽略 而本次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期视频将给大家解答如下问题 1.Cloudstrike到底是怎么导致蓝屏的? 为什么我认为Cloudstrike要负全责而不是应该让微软背锅? 2.为什么此次事件国内很少看到有公共设施蓝屏? 3.此次蓝屏事件真的会影响到航空安全吗? 还会导致银行交通系统瘫痪? 4.为什么苹果安卓Linux不会蓝屏? 是因为更先进吗? 点个赞,本期视频给你答案 首先大家要知道,这次蓝屏不是由于Windows自身问题导致 而是安装了Cloudstrike才会 那一个杀毒软件出问题会让Windows蓝屏 那么Windows是不是很脆弱? 其实并不能这么认为 杀毒软件要能杀面壁炉 自身肯定要比较高的权限 而且还需要自我保护 为了做到这一点 杀毒软件通常会把关键的程序写入系统驱动成 这个位置就是在System32 Driver下的System后缀的文件 这也是为什么解决这次蓝屏是把这个位置下的Cloudstrike 下的System文件删除的原因 但对于本次事件,这个System文件比较特别 视频后面我会讲解 为什么System文件崩溃会导致蓝屏呢? 我们普通应用程序出错 最多只会弹出爆锁窗口,然后程序退出 而Windows的蓝屏机制其实是一道保护 系统会实施监控系统各个部分的软件和硬件的运行状态 当检测到系统关键服务出错 防止错误进一步危害会中断系统运行 而System文件会被系统视为关键部分 如果System文件程序崩溃 系统会认为遇到了严重错误 所以会导致蓝屏 那么Cloudstrike的System文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次我又请到了爱逆向的编量 由他来帮我们找出答案 编量分析的真实蓝屏样本发现 出问题的是System32 Driver's Crowdstrike文件夹夹下的 CS Agent的System文件 而这和官方通告提到的文件不一样 编量认为 对于目录下以C杠为统一开头的 System为扩展名的文件 应是一类自定格式的数据文件 此类文件均以特殊序列为文件头 并不具备执行能力 或者至少不具备在系统下直接执行的能力 在Cloudstrike所公布的信息中 这些文件称为通道文件 Channel Files 声明其是Facom Sensor的配置文件 用于Cloudstrike防御机制的日常更新 因此可以基本判断相关文件 主要类似规则策略基线的数据文件 所以官方提供的删除方法 可以理解为屏蔽了配置文件 并没有删除有问题的程序 Windows内核驱动不同于应用程序 它只能用C杠C加或汇编编写 这对代码质量要求很高 这次崩溃的点就是空指针引用 这次蓝屏的原因 是因为程序判断了地址是否回零 回零就跳过 避免异常蓝屏 但忘记判断指针是否有效 导致了一个无效的非零指针访问 然后代码置信下去就蓝屏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代码改错题 这段代码是我简化后的版本 大家可以把它抄进VS中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编译不报错 运行也不会报错 很容易被QA忽略 但这隐含了一个雷 就是WAR1被Delete了 其内存指向已经是脏数据了 或者说是随机值成了野指针 所以根本无法判断WAR1为空 而野指针被引用 就有可能导致内存访问越界 如果这段代码跑在应用程 可能大不了程序崩溃 而在系统内核层面 出现这种错误 就是非常严重了 这才是本次蓝屏的真相 而搞笑的是 网上谣言四起 比如这哥们 他说他今天刚入职 发布了一个小更新 下午就下班了 然后说自己被炒鱿鱼了 真不公平 其实这个完全就是 外国博主 蹭热度自导自演造谣 把自己PS到 Cradstrike的办公室背景下 而这哥们脑袋这里 还没劈干净 都穿帮了 结果大家似乎都信了 国内的营销后 还疯狂转发 然后这段代码也是造谣的 我考考大家 这段代码中的size 实际大小是多少啊 大家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为什么我觉得 这次事件 Cradstrike应该负全责呢 首先 Cradstrike的内核代码 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 我就不说了 它居然还没有经过灰度更新 直接推送给全球用户 也是心很大 这场来说 sadr软件如果是病毒库更新 正常全量推送还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得到系统底层 驱动机代码更新 我觉得哪怕是内部做了测试 也应该进行灰度更新 因为做过WindowsC端开发的都知道 用户的环境非常复杂 一个小漱漏就可能酿成大火 所以不做灰度就全量更新 要么就是菜 要么就是不负责 好了 回答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国内很少看到受影响的设备 首先国内很多公共基础设施 都是基于安卓的 做个系统集成的肯定都知道 基于Windows的成本 赔利比安卓高多了 毕竟系统授权费就不是一个小开销 但并不是说国内公共基础设施 没有用Windows的 比如医院的结算机器 火车站的系统 依然是Windows的 但为什么没有蓝屏呢 那是因为我们国内关键系统的 网络安全做得更好 一方面一些关键系统终端 如果使用Windows 那基本上不会给开放互联网访问群线 如果需要打补丁升级 都是统一操作 绝不会放任系统 自己来随便联网更新 其次出于信息安全考虑 国内公家的Windows系统满门 系统基本上不会采用 外国的杀毒软件 导致Corona Strike本身 占有率就很低 所以大家基本上看不到 国内的基础设施蓝屏 下一个问题 系统蓝屏真的会影响到 航空交通安全 银行金融的安全吗 首先出问题的是终端机器 它只是一个客户端 比如机场的持机设备 但也有不少使用Windows Server系统中招 不过影响的都是业务系统 至于说蓝屏会影响航空安全 那就是更是胡说八道了 我之前有期视频聊过 黑客是否会入侵航班 可以看一下 反正任何民航客机的飞行计算机 都不可能搭载Windows系统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苹果安卓Linux没有蓝屏 前面说了 蓝屏是系统检测到系统严重错误 而进行了自我保护的行为 苹果系统也有这个能力 只不过它不会蓝屏 而是直接强制重启 重启之后会弹出报锁信息 这并不能说明Windows更落后 Pick或者说苹果更牛逼 只是不同的系统 一对系统的异常的策略不同罢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我想说 应对谣言的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 以及信息查询检索能力 不要人云应云 这样营销后才会没有生存的土壤 拜托 稍后 我认为 并有的